二零一九年世界大學運動會 即將於臺灣時間七月三號 在意大利拿破裏展開圍棋十二天的賽程 日前總統蔡英文 也特別前往高雄國訓中心 為今年的世大運代表團授棋 並製贈二十萬元的夾菜金 勉勵選手突破自我 二零一七年的世大運 永遠的第四棒 我們的陳金鋒 點燃聖火的開場 所有的臺灣人都記得那傳奇的一刻 我相信大家也有能力 寫下屬於自己的傳奇 祝福大家其他得勝 再次給臺灣人民 一個充滿奇蹟的夏天 但這次世大運的主辦城市 拿破裏在籌辦時間不足 與場館有限的情況下 決定縮小賽事規模 包含舉重 羽球 滑輪流兵 這些中華隊的重點奪牌項目 都沒有舉辦 雖然多少會影響到我國 今年的獎牌數量 不過選手們仍舊士氣高昂 因為從四月到五月這個期間 其實就像你說的很多比賽 所以我們就是以賽代訓 然後去每一場去做調整 我當然希望說 我還可以繼續突破 我的個人最佳 然後順利的話 希望可以達標奧運 最近一直在備戰狀況都很好 包括體操 大家也注意到 我們的射箭 還有我們的網球 那今年雖然年齡降到25歲以下 但是我們還是一樣會維持很好的團隊 二零一七年的臺北市大運 中華隊帶給臺灣人民滿滿的感動 現在相隔兩年出征拿破裏 期待著一百三十一位的中華健兒 可以繼續在國際舞台上發光發熱 國際體育新聞 黃瑞宏 張艾德 高雄採訪報導